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有甚者即便是被误诊得了此病 身体状况也会急转直下 好像真的患者一样 这种疾病就是癌症 据2015年的统计表明 全世界总共有880万人因为癌症而死亡 占到总死亡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 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死病因 那么人是怎么会得癌症呢 最新的科学解释是 癌症是自身基因因素和三种外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自身基因因素指的是 自己因为基因遗传或者是基因突变而引起的癌变 外部因素则包括物理致癌物 比如紫外线、电离辐射 还有化学致癌物 比如有食棉、烟草烟物成分、参等等 以及生物致癌物 主要是指因为某些病毒、细菌或者寄生虫 引起感染而导致的癌变 另外老龄化也是癌症形成的另一个基本因素 癌症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提高 这极有可能是因为生命历程中特定癌症危险因素的积累 再加上随着人们逐渐变老 细胞修复机制的有效性逐步下降而导致的 目前为了攻克癌症 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医生都在努力寻找有效的药物或者疗法 最近由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PD-1、PD-L1免疫疗法 为癌症的治疗带来了一线曙光 PD-1和PD-L1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套刹车系统 PD-1是免疫细胞表达的一种蛋白质 PD-L1是它的配体 只要PD-L1和PD-1结合 就会告诉免疫细胞不要杀死此细胞 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是可以识别并杀死癌细胞的 但是当癌细胞表面表达PD-L1时 PD-L1就会和PD-1结合 这时免疫细胞就不会杀死癌细胞 癌细胞就是通过这种方法逃脱免疫监控 然后大量增值最后引发癌症 PD-1、PD-L1免疫疗法 就是利用可以和PD-1或者PD-L1特意结合的单克隆抗体 通过抗体的结合 破坏PD-1和PD-L1的结合 从而恢复免疫细胞对癌细胞的监控 从而控制癌细胞 目前全球已批准上市 PD-1、PD-L1抑制剂共有四种 分别是 Apdivo、Catruda、Tacentric、Bavansol 相对应的癌症包括 黑色素瘤、肾癌、非小细胞肺癌、祸脊筋淋巴瘤、头颈鳞癌、尿路上皮癌 以及默克细胞癌 这只是癌症中的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种癌症没有找到对应的药物或者疗法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功课疾病 人人有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